既然要做就努力做得好 像他虽然是门外汉 但反而从头学起愿意实验 直到释出了最好的效果 同样这位是做蛋卷饼的主角 那么他也不因为自己的车祸 因为身体的障碍而影响了他东西的品质 因为他用蛋卷饼撑起一个家 他努力转动一根根蛋卷饼 要为了孩子转出人生的希望 我们的蛋卷饼它的口味就是介于在 煎饼与蛋卷之间的口感 意外发生之前 林炳熙是家里的重要支柱 他是餐厅厨师 下班后还要赶回来帮爸爸做蛋卷饼 我们蛋卷饼的原料是 就很简单就是鸡蛋 牛奶 糖 面粉 奶笋 然后其他那些什么 抗眼花筋那些什么 零零种种的都不会去另外在家 二十年前他下班骑车回家 却被连接车迎头撞上 那场重大车祸让林炳熙差点没了命 一年后爸爸也生病过世 一连串的变故让这个家乱了套 弟弟整个崩溃吧 因为两只脚不能走路 那妈妈的话是只能一直照顾 她也没有办法就是去算说 今天到底是什么状况 她没办法去了解 所以变成说我下班也要去注意说 她的状况 结果没有后来想到说 她顾高最后 高血糖 高血压都起来 现在姐姐下班或休假 都会带着女儿回家帮忙烤蛋卷饼和包装 但在意外发生后 母子俩消沉了很多年 生意也停摆了 我跟妹妹还有小弟 该上班的上班 该读书的读书 该想办法加班的就去加班 那时候是做两个工作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妈妈想起过去家里的事业 手工古早味蛋卷饼 妈妈是说 她这样长久不动 身体会比较衰老的快 然后哪都比较不清楚 再加上她有糖尿病又不能不多动 然后讲讲讲之下 我就不然妈妈你喜欢怎么做 我陪你怎么做 其实除了赚钱过生活 妈妈还有另一个理由 没告诉儿子 有个儿子比较没压力 比较不容易 他比较不容易 他如果不辨 我就不容易 以前是先生儿子做好蛋卷饼 妈妈负责摆摊卖钱 林秉熙身体不便 站不了炉台 只能手把手地教妈妈 从搅拌原料 开始一段魔鬼训练 这时候做也蹭得要求 蹭得水都蓬泊 手都蓬泊 那不效对吗 我本来就不效 我是会做行李 我走外面我发动 这没发动 看来没发动 吐头也是要做 看似简单的工序 却讲究温度 时间和手感 才能确保每根蛋卷饼 品质都一样 但妈妈年纪大了 动作快不了 蛋卷饼不是烧焦 就是不熟 常常失败 浪费不少原料 他想帮妈妈赶订单 几年前还真的就拜托姐姐 用来一个适合他身高的炉台 自己上阵烤蛋卷饼 他会全神贯注在这边 旁边跟他讲什么 他会听不到 他会完全没有办法去注意别人 所以你有时候跟他讲 你会觉得他不理你 其实他不是不理你 他是因为 这个很烫 他的脚不能烫到 但想不到没多久 这烤台管线就坏了 还来不及送休 林秉熙就进了医院 第一怕热 第二容易倒汗出汗 然后如果汗流得多 水补充得不够快 就会容易泌尿道感染 即便身体状况很不好 林秉熙还是很心疼妈妈 老人家一身病痛 还为了照顾他 压力大到必须靠药物 才能入睡 所以有事 他都想办法自己扛 其实林秉熙的伤势很严重 脾脏破裂 肋骨断裂 缝了心脏 原本是被医生宣告 一辈子都只能瘫在床上 他花了很久才克服心魔 说服自己面对现实 不要怨天游的 是我就是我 总不能让妈妈再伤心了 就我们就让她接受了吧 我就算终身不会站不会走 我还是要 让这个家庭继续运作下去 让妈妈不会再担心烦恼 他硬逼着自己努力复健 一年后就撑着坐上轮椅 我意志力就是要坚持着 怎么让我的生活改变 然后我才有办法去改变 我以后的生活 并不能说每天都待在床上 就有钱吃饭 因为爸爸也不在了 我只是妈妈要为了她更坚强 她是我的动力 给我就好了 不认输 让她不只能坐轮椅到处跑 还能骑车出门送货 宅配时间无法满足客人的 她就自己跑一趟 起初骑这个也是会怕 因为我们这个轮改装车 走就会不稳定 起初也是会怕 在发生那场严重车祸之前 林炳熙还出过好几场大大小小的事故 说没阴影是骗人的 但她选择往前看 我反而是说我要怎么赚钱 我不能拍死她 她就是我两个脚 就跟我的轮椅 她是我的脚是一样 我没有汤我没办法生存 她从板桥店面骑到土城 今天极准协会的伙伴叫货 林炳熙偶尔会和大家交流 也会鼓励新进的会员 不要放弃希望 因为我的寄托是在妈妈的身上 所以每个人的寄托是很重要 第一我们受伤没钱 也是一个困境 第二家庭里面的成员 不可能因为你而去包容很多事情 林炳熙就很庆幸 自己还有愿意陪着她一起熬的家人 她得更努力才行 花了几年研究开发新口味 第一个我的观念 我以前是厨师 我很归毛 我不想用色素来取代颜色 爸爸时代没有的抹茶蛋卷饼 用的是高山茶叶 那是林炳熙跑了好几个山头 花了几个月试回来的 当时买回来的茶叶 是已经有请茶商那边 茶农他们那边帮我磨碎 可是碎度并不足 我要把它磨成粉 才能制作蛋卷 在这之前 还要细细地挑掉茶梗杂质 才能研磨成粉 之后再和蛋卷饼调料 充分搅拌 我制作成蛋卷 你应该吃没味道 一口没味道 第二口没味道 可是当你吃到第三口的时候 那个喉吟已经出来了 疫情让订单掉了好几成 但他们不认输 为了增加收入 姐姐忙着赶订单 妈妈就准备开货车出门 到定点现烤现卖 他一定要做的 他带我女儿上班 总不是说订单来了 还在等他 我一个人坐在家里 我带那个主位 我上去 老师 老师 你快点 傍晚五点 小学门口 行动蛋卷车开张 大马路边做生意 呼啸而过的车 常让人捏把冷汗 他一个人要雇炉台烤饼 有客人上门 还要赶着去包装 要吗 要 照观好 好 好 要等一下 因為我出來就是 自己做 自己賣 來有餅乾 客人要等我餅乾全部拿出來 記得不要冰就好 好 林秉熙總在不久後也抵達現場 她知道只有自己多做一點 媽媽才有機會休息 因為媽媽總是會要上廁所 她總不可能讓她憋太久 再來就是 我只能在那邊收上招呼客人 媽媽她就包裝 然後烤蛋捲餅 經過多年的練習 媽媽也越來越得心應手 烤出來的蛋捲餅酥脆爽口 有時客人來得少 她也不氣餒 我菜市場已經跑了三十幾年 我都跑菜市場 所以你叫我不要工作 我可能沒辦法 我在家裡做 我腰很痛 我不如出去外面做生意 要客人跟我講話 還要認識更多人 生活還有許多不如意 但林秉熙更珍惜重生後的每一天 她永遠記得當知道自己 再也站不起來那一刻 有多害怕 會這麼問是因為其實在她車禍前 爸媽經常吵架鬧離婚 媽媽本來差點就離開這個家 你這句話她幫你摸下去 你這樣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了